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沃顿来说 直接的压力就是要在短时间内给球队带来胜利 尽管魔术师曾经表示要给沃顿以时间 去培养这套围绕着四届MVP勒布朗·詹姆斯组建的年轻阵容 但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沃顿率位是否安全 将取决于他能否带领固人在目前三胜五负的基础上 迅速改善战绩 据消息员透露 魔术师咄咄逼人的会议态度 已经在湖人内部传扬开来 消息也传到了球队老板珍妮巴斯的耳中 就任湖人总裁以来 管理风格善得反复无常 已经成为魔术师在球队内部形成的一个印象 其中也包括他对于沃顿为首的湖人教练组的态度 在巴斯家族期间为止 一直坚定的支持着沃顿 珍妮的哥哥吉姆巴斯在任期间亲手拼请了沃顿 在内之后 魔术师和楼伯佩林侠才接掌球队 周四主场对独行侠的比赛中 忽然顶住了对方的反扑压力 114-113笑到了最后 这让沃顿多少松了口气 不过 考虑到接下来的赛程 他马上又得重新紧张起来 本周末他们将迎来背靠背赛程 对手分别是开拓手和猛龙 据消息源称 教练组内部现在颇为不安 胡远的慢热开 局有其客观援引 前锋布兰登 英格拉姆和后卫拉姐朗多 因为与火界后卫克里斯保罗的冲突而分别背景赛四场和三场 朗佐波尔因为休赛期的西部手术 赛季刚开始时也受到出场时间的限制 詹姆斯的加盲极大提升了外界对制之球队的期待值 而且以往的经历也让人们担心 他是否会与新教练产生摩擦 想当初 他和埃里克斯波尔斯特拉 大卫布拉特之间 分别有过矛盾疑云 其中斯波尔斯特拉最终成功和他一起量赌总冠军 但布拉特却被炒了鱿鱼 不过目前为止 无论是公开还是私底下 詹姆斯都对沃顿表示支持 季前赛期间 魔术师也曾公开呼吁要多给他的球队和教练一点耐心 当我和路克聊天时 我告诉他不要担心 我们是否会有一个糟糕的开局 我们曾见过勒布朗刚去卖艾蜜以及刚回克利夫篮时的挣扎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球队有太多全新的成员 不过最终 我们会进入状态 成为一支非常熟悉的球队 一些老将对于沃顿的不满 部分原因在于他经常更改阵容 不过在周四战胜独行侠之后 詹姆斯为沃顿在阵容调逝上的努力进行了辩解 卢克想要找到一套最佳组合 打通下天狼所接受西部手术时期 我们就知道将会面临一些阵容上的调整 显然竞赛风波又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意外的麻烦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阵容的改变 伴随着各种阵容搭配的常试 我们会找到让自己最舒服的搭配 数据显示 在本赛季的前期场比赛当中 胡人已经尝试过93套不同的场上组合 仅次于老鹰队的122套 山丘